演员一个人在家是如何解压的 哈喽 你们看我在干什么 是我最喜欢的熊猫 这个拼图我老早就买了 但是有一段时间没理它了 其实我还是挺愿意花时间 去研究这些东西的 像是车呀 然后小房子之类的 之前也是拼过的 感觉还是很解压的 全心的投入进去 就不会去想其他事情了 我直接给它拼好 好啦 你看我现在有两个熊猫了 我要把它放进我的卧室里 这东西呢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我是很喜欢吃一些脆脆的小零食的 但是你们也懂得 有负担的可不行 所以你们要是跟我一样 待在家里的时候 喜欢嘴里吃点东西解解馋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 菜瓶咔咔脆 它吃起来像薯片一样 香香脆脆的 超级过嘴硬 而且非油炸 还加了奇亚子 米麦 燕麦 小小一包也不会一下子吃太多 挺健康的 你们看哦 它是这种看得见的奇亚子 外面的粉料也裹得满满的 它吃起来是这种清脆的口感 鲜香鲜香的 而且它一口一个 在家追剧的时候吃 感觉超级满足 我让妹妹在我剧组的房车里 也准备了很多 是这种小包的 拿着非常方便 饿的时候就吃一点 可以垫垫肚子 还可以放松放松 还有这个 也是一个能让我解压的好东西 因为我平时经常坐着看剧本嘛 还有练舞 所以肩膀这块的肌肉 就会比较紧 我就会拿着筋膜球去滚一滚 就像这样来回的滚一滚 可以让自己的肌肉感觉很放松 OK睡觉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的穿戴甲 因为我经常做各种装造嘛 所以美甲总是老惯 用这种一次性的就特别方便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自己去捣分这种美美的东西 会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 现在我就不试了 我得好好囤着 明天还要拍戏呢 平时如果大家觉得压力大呢 不许可以像我一样 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 吃吃健康好吃的小零食 充充电 这样就有更好的精力去面对生活啦 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 晚安